好 飞铁电波缓 飞铁早餐 我是南江龙 那今天 宁贵111年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那 星期四我通常只做两件事情 除了谈教育之外呢 我也会把一些 我认为很值得我去访谈的当事人 或者是 或者是重要的 重要的人物 那安排的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的精彩人物 他们的精彩人生 或者他们的价值观 好 那不久之前呢 有一本书呢 到我的手边 到时候我其实是愣了一下 因为我很想要多聊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非常土啊 所以你要我去谈艺术啊 我就会觉得第一个我很心虚 第二个我会觉得我很假 我觉得我不要不懂装 装懂算了吧 我觉得反而会误导了我的我的我的听众 误以为就我好像对这些事情很疗布 好 不过不过我又我又我又明明知道呢 他在他的传统曲艺里面来来讲呢 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传传承者 那因此我我觉得那我应该借了这机会呢 让大家的多认识认一下这些的传统曲艺人 好 那这本书呢 叫出降入相乱谈交 我不晓得大家 他知不知道乱谈交 或者听到乱谈交的时候 对你来讲 他到底代表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好 那他讲的是人 他当然在教现在大家人间国宝 他现在高龄应该应该八十五六岁了 那潘玉交 那他是呢我们的文化部呢 登陆的重要的传统表演艺术的就说呢 乱谈戏的保存者 好那什么叫做乱谈戏啊 他因为乱谈戏呢 所以所以呢被他的就用他的交的名字呢 他的大家乱谈交就是乱谈就是交交就是乱乱谈 就一个人可以可以跟他的跟他的专业啊 把他摆在一起让他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一个代名词 那你可以想见呢 在他的表演的领域里面来讲呢 他所得到的推崇 好 那他的就是说这个潘玉交女士呢 他的这个就是说呢 演艺生涯搭上了这乱谈戏 在战后台湾光复的这个蓬勃的发展 那在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没有电视的时代的时候 哇 这些的这些舞台舞台戏啊 这戏台上面的表演 那那那就是我们的娱乐的的重心 好 那这一本呢 出将入向乱谈 叫一方舞台的流转人生 作者呢 是邱婷 邱婷是谁呢 邱婷让他自己讲好了 他现在是文化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的专任助理教授 不过邱婷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好 没关系 我请来宾出场就知道 但是今天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我很遗憾的 我本来很想要 很想找他来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要认识一下 但是虽然没有 今天因为有疫情 所以我们因为电台有安全管制 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电话连线 改天呢 再请他来现场 那在我们线上的 那这本书的作者书呢 是文化部呢 文化资产局出版 那文化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的专任助理教授呢 邱婷在我们的线上 邱婷在线上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飞碟的听众大家好 好 来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跟乱谈交是什么关系 我出生在这个 我其实叫乱谈交这个名字 我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定义的 我从小就生在这个 我的祖父母他们就日据时代的 北管乐师 还有乱谈的女龄 那我的母亲呢 我从小就看到她就是 不管是透风下雨 他们就是都到外面去演出 那我父亲就是李天璐的非常年轻时代的乐师 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戏班的环境里面 辗转的跟着他们去到处演出 所以他们在演出戏班子到处跑的时候 就搭着货车到处跑的时候 你也都跟着就是了 对 那我自己跟着戏班 所以我从小其实我说我是放羊长大的 就是说他们不必有特定的什么保姆罩 所有人都是我的保姆罩 你就是戏班的小孩 对 所以跟着出去他们玩 其实是很快乐 所以不觉得辛苦 那我除了那一方舞台以外 我的游乐场很大 我包括因为戏台都盖在寺庙的正对面 所以这整个所有的庙城到庙里面 所有的神像 所以我通通都是可以在里面穿梭 看他们甚至经常跟他们讲话 那这种的童年是不是开心的你知道吗 因为那种的童年就表示 你在当时娱乐的娱乐产业的最中心点 真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 对 就是你现在看到当现在 现在看表演都一定要什么进到两厅院 到哪个大的表演场 或者或者看电视看电影 那个时候哪哪有 那个时候就是你讲的在 前面的那个空地上面 而且所有好吃好喝好玩的都会在 最热闹的东西呢 就是绕着那个戏台子的周围排出来的 所以能够在戏台子里面呢 里面生活的 他最少代表的所有最快乐的东西 都在他的旁边 没有错 所以我这个五年级的 我是五年级生 我也是 五年级生 基本上所有的小孩都有送幼稚园 只有我是极特例没有读过幼稚园的 所以我同小的幼稚园就是在戏台 跟庙会 跟这些整个所以以庙为中心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文化产业 我其实就在这个文创环境里面成长的 好了 就是秋庭呢 就是乱谈交的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 我家有五个兄弟姐妹 但是全部都跟这个行业无关 如果有关 这很奇怪 就是说这些曲艺到了这一代 当然因为 因为整个传统曲艺的老实讲 就凋零了 或者被一些新的娱乐给边缘化了 所以比较年轻的世代 去传承曲艺的真的非常少 你刚刚讲了说 你在 你跟着戏班子到处跑 我童年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跟着康乐队 就军中的康乐队 那个是另外一种 他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的 军中的那种的娱乐文化 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些的 一些大咖艺人 他们在前台表演的时候 我就在后台那个布曼后面 这样偷偷的瞇着看 那感觉跟戏班后面布曼看 也是很类似的 对 也差不多就是台 台子前面的也都是一堆人 不过当然因为康乐队 大部分都是在军中表演 所以大部分都在他们的礼堂里面 跟你那种在大的那种庙 庙口的那种 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我父亲就是军中的康乐队 他是金门九三 那个是很重要的康乐队 他当年就是在军中 金马奖这三年里面 全部他就是康乐队 所以经常听他说起这段 绕军 还有到什么大胆二胆 那你的童年很精彩 我从小童年的角度看是精彩 但我今天成长了以后 大了以后 我现在回想起来 原来是见证的那个时代 整个变迁的太快速 然后当然也有包括艺人 在这种生活环境底下 真的是非常的艰辛 对了 我们看起来在戏台上面 好像很开心在表演 不过你知道那戏台后面 其实心酸 而且他终究是一个大时代当中 所掏链出来的产物 对了 其实是蛮颠沛流离的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意识很强烈 是在我中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这个行业如果我继续走下去 会很苦 那他们也都不鼓励我 也是都叫我一定要改行改行改行 就不要再做这一行了 所以我决定出走这个行业 其实是我在高中 准备要升学的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不演戏 不继续继承这个一波 那妈妈本来想要叫你继承一波 不他们都不鼓励 也不赞成 很多说去读书比较有前途 对啦 可是你会后悔吗 你会后悔说你没有继承一波 在舞台上面流转吗 我其实没有后悔 因为其实跟我同年龄 在我们这个戏曲界里面 大概就是唐美云 徐亚芬这一辈 我们这个大概都同一杯 都是上一代的人投入这个行业 然后我们就很顺理成章的 就在这个戏班里面 就继续演下去 但我高中因为在学校 可能还可以念书 所以老师也盯着我 要我考大学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非常强烈的意思说 我要读书 我要去弄清楚 我们家里唱的这个戏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就出走了 我就决定出走 我大学时代其实非常有 有很强烈的受到陈映珍的启发 就是那时候人间杂志 我知道 我晓得 因为陈映珍 我们真的算同一代人 陈映珍虽然 对陈映珍在办人间的时候 虽然他不是 他不是什么 在大学里教我的老师 可是我一直把他当作 是我的启蒙老师 跟我 这点跟我是真的很相似的 对 我除了读他的杂志 我在访问他的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的观念启蒙了我 所以我 我心里面一直 一直把他当作是我的启蒙师 一样在看待 好 那我们来聊一下 聊一下妈妈 就是说 因为北馆乱谈 妈妈 这个呢 这个是三个重要的元素 妈妈 我在看你书里面介绍 她是贫补珠 对 那就更特别了 就是说 那乱谈戏 乱谈戏的北馆 她毕竟是 大陆中原的戏曲啊 那一个贫补珠女儿 她为什么会成为 一个这样的 一个北馆戏里面的 重要的角色 对 这个问题是 直到我在 当记者的时候 我 又回到戏班去的时候 我看到周遭的这些 她说这些都亲戚亲戚 然后呢 都是东色 东色 然后我的旧工是西色 东色西色 然后你从她的面相里面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她不是汉人 就是她是原住民 那 终于有机会 我就说 我也要去 我童年 外婆带过我的地方去看 后来慢慢 我又再听再听 其实我是累积了 很长期的记忆里面 堆叠出来 终有一天我说 我想去弄清楚 为什么 为什么有那么多 东色西色 这些道卡斯 因为慢慢也了解 他们在做的研究 这就是新港色 道卡斯的 那为什么他们会 有这么多人 投入这个乱谈戏 所以我大概 决定开始 写这个书的时候 这大概一二十年间 我陆陆续续 慢慢 实际用笔 把它画下来 就发现 我母亲的那个家族戏表 我一画之后 才发现 那个部落里面 他们两代人 其实从 大概二点五 不止两代 我母亲是战后 才跟着这个戏班 复苏又重启的 其实上面 已经有大概两代的人 那就是清末 那个时候 其实就有大陆的 这个戏班的人 到了这个部落 去吸收这个部落的 穷苦人家的小孩子 去学戏 然后去从事 这种商业演出 代表这个市场 它是存在的 而且是 有商机的 他才会这么做 所以这整个部落里面 那一批 大概就是日式时代的 很多人都加入了 我现在去部落里面 重新填写的时候 问到九十几岁的 他们还有记忆说 他们下了戏回来 还会在这个 帝亚京 就是那个玄天上帝庙 那个紫云宫那边 就直接就在那边 演出排练 所以他们村民 都经常可以看到 好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对了 如果了解 那个传统曲艺的 非常非常兴盛的 那个环境里面 不管是歌仔戏 不管是布袋戏 其实它家族化的情况 都还蛮明显的 是的 经常就是一家人 然后只要沾亲带 带故的 就是反正一个戏班子 移动的时候 往往就是一大家 家子在移动 好 所以你其实 你在戏班子后面 这样跟着的时候 其实你也都跟家人 或者说是 叔叔伯伯等等 大概都是认识人在一起 跟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你要拍一出戏 你要去选角 去干什么 那个可能跟你 十万八千里 而且拍完之后 就不会再见面的人 但是在过去的传统曲艺 一个班子 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 但是因为来自于 平补族 他非常的特别 好 我们在 我经常管广告 在我们在我们线上的 是邱婷 他自己除了在 媒体工作过之外 他现在是在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的 专任助理教授 他有个很特别的身份 他算姓邱 不过他妈妈 他的妈妈叫潘玉娇 那是台湾北馆乱谈戏的名角 那也是文化部登陆的 重要传统表演艺术 乱谈戏的保存者 好 那这本书 邱婷 把他对于妈妈 或者包括邱婷 我认为他在追索自己的人生 就说 透过家里面这样子 一个戏曲人生 戏曲的家庭 爸爸是李天璐的乐师 那不带戏 然后妈妈 妈妈是北馆 北馆戏的药角 所铺陈出来的人生 但是重点是 我认为邱婷在告诉大家 在那个大时代的环境里面 他透过这些的戏曲 看起来都是他的 他的家人 他的亲缘 所表演戏曲的 背后的那个大历史的环境 为什么会塑造出 这样子的东西来 邱婷在讲这件事情 好 那这本书 初降入相乱谈交 一方舞台流转的人生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出版 那作者是邱婷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 我们再回头来谈乱谈交 阿飞的末飞的早餐 我是男嘉隆 来今天 今天我们聊乱谈交 因为重重 这本书 这本书 初降入相乱谈交 那一方舞台流转人生 作者是邱婷 邱 邱婷是乱谈交的女儿 但是刚刚秋天特别听说 不要光提我 妈妈你要提下我爸爸 我爸爸也是人间国 国宝 爸爸秋火荣 那当然也是 算是最有名的 北馆的乐师了吧 就是他们夫妻两个 当然是可以说 可以说仅存的国宝夫 这夫妻 夫妻都是国宝的 那绝无仅有 好 不过我们还是 从乱谈交谈起 妈妈毕竟在舞台上面 妈妈最后一场表演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场表演就是 70岁的时候 风箱演出 那一次是我特地帮她办的 那当然也包括 我的姑母 我的姑母也是她 东社道卡斯的 童年的玩伴 后来又两个人又成了姑嫂 所以这两个都是战后乱谈戏的职业演员 我帮他们两位加上我父亲 三位都是70岁的 就办了一场 七十风华 那一次她70岁再次登台的时候 其实心理压力很大 一堆戏迷啊 还有学者啊 都要来看作 那个乱谈交的 这个黄鹤楼周瑜啊 因为这里面有三个高难度的探窗动作 但是那一次演出呢 她仍然 大家都说宝刀未老 还是非常精彩 所以70岁之后 没有再做正式演出 但是80岁的时候 我有让她在上台清唱 就是我办了一场 我个人的 在台女的独唱会 我请她当特别来宾 那妈妈 妈妈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妈妈其实身体都还蛮健壤 就是这个膝盖不好 因为他们从小耍刀弄枪的 大概过度操练 所以现在有点不良于行 好 那我们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虽然秋庭的只做记录 没有打算自己继承妈妈的衣钵 不过 我们来让她关注一下 就是说乱谈到底是一种的 怎么样的表演的形式 她在北关里面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 我想我用很简单的讲 很多人 我们用台湾话叫 吃肉吃三斩 看戏看蓝谈 这个乱谈呢 这个名称呢 很特别 因为现在有一个band 就叫做乱谈 对 乱谈阿翔 对乱谈 所以其实这个乱谈呢 是在明代的时候 明末清初的时候 文人 对于你不唱昆曲之外的那些地方戏 有带有一点轻蔑的口吻 说你们这些叫乱谈 可是这两个字呢 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学术用词 就是凡是不唱昆曲之外的 所有大陆的地方声腔 都叫乱谈 所以早期京剧也算乱谈 这样 玉剧邦子也是乱谈 所以他们讲山东邦子什么各种邦 也是乱谈 所以它并不指涉一种 一种特别的细统 对它并不是 它是一个笼统的范称 可是呢 到了后来呢 大家沿用这个名词 有的就不沿用 因为清代地方戏以后 大家就把它改名叫玉剧了 禁剧了 都是用简称 省份的简称之后 结果反而传到台湾的这个剧 还叫乱谈 那我们这个乱谈呢 如果现在跟大陆要去对一下 要去比对的话 就要看声腔 就DNA的血缘 是要看声腔 那我们居然继承了 当前中国所有的地方系里面 还四个古老声腔系统 还活唱的 就没有变成死腔的 有四种 我们乱谈系 台湾这个乱谈系继承了三种 所以它就非常的 庞杂丰富 而且又非常的重要 就变成是个文化资产 非常特殊的文化资产 好 因为虽然说可以用 用泛称的方式去涵盖 不过大陆的这些的戏曲 就像你讲 除了昆曲 因为昆曲有一段时间 在台湾 其实还蛮活跃的 除了昆曲以外 其他的这些的戏种 你认真去理解 其实他们差异性是很大的 因为台湾的乱谈系 是它也许从广东或福建 从这里 从这个戏班开始 在吸收吸收 其实戏班它就是一个 很现代化的 很现代化的一个艺术 只要现在观众的口味变了 我就跟着变 所以它一直在变化当中 就流到了 传到了台湾之后 就在台湾在地化 所以即便是大陆 今天还有唱 跟我们一样的剧种 我们现在跟它一比对 也都风味都不相同 那我们继承这三种 一个是古老的 邦子腔系统 那我们就跟玉聚 他们其实是有血缘 跟琴腔有血缘 那另外一个是皮黄系统 跟京聚我们也有血缘 我们可能还是 他们的俗功辈的 我们是保留了 原来的那个发展的出行 可是京聚后来在这个清末 我们也知道 慈禧他又一直到民初 这些四大名声名单 就把它怎么样 就再提升之后呢 他们更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 还有包括昆腔系统 我们都保留在我们 系台上那个半仙系 仇神 仇神的时候 我们前面都有个半仙 半三仙半八仙 这些 这些都是昆腔的遗留 所以我们 其实跟很多的 古老声腔剧种 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好 那以这种乱谈戏来讲 因为你在后台看 那妈妈 妈妈作为一个 中期一生的曲艺人 传传传传者 乱谈戏的表演 我们看门道好了 就怎么样去看门道 就是好或者是不好 他成为今天的这个剧种当中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是乱谈交 而不是其他人 为什么乱谈后面就加个交 应该说这个 其实这个乱谈这个剧种 乱谈交这个名称是被歌仔戏班的 歌仔戏流传出来的 因为在民国大概60年 那个上下的时候 歌仔戏从那个外面 从戏院又出来民间 抢这个民戏的大饼之后 乱谈戏就渐渐会没落的原因 是因为乱谈戏有官话 我们讲官话 可是歌仔戏讲的是白话 很直白 他台下的观众一般人都可以听懂 可是慢慢的 假如我们如果 这个台湾的北馆宣舍 这些内行观众 随着年轻的年轻一代出来 他可能就不太能够听得懂 如果他没有这个培养的环境 所以歌仔戏取代之后 他们就发现说 很多观众还是想看这个老乱谈 所以就会点这个歌仔戏班 说你们一定要帮我演出来 所以他们就发现 还是得找这个去找这个乱谈 唱乱谈戏的阿嬌 最后就干脆就称说 就是那个唱乱谈戏唱得很好的 那个阿嬌 那这个戏呢 跟他们歌仔戏有一个对比 他说第一个 乱谈戏它是本戏 歌仔戏是没有本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三个戏班都在唱 这个叫什么 十八相送 从无数戏 但是大家唱的不一样 对 就是你只要根据这个故事出去之后 可以即兴发挥的 但是乱谈戏是有本的 你就是要照这个本子走 第二个他有自己的裸谷音乐 歌仔戏的裸谷是京剧裸谷 他没有自己独立的裸谷 所以乱男戏呢 等于是说从他的棺木 从他的排场 他的每一个斩陶 所有的这些演艺 都是像京剧这样 是非常讲规 而且不可以替换的 就是说你不能这一段唱将 不会唱就要换下一个 歌仔戏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戏呢 他就有非常多的分科 所以我们讲说六大柱四大柱 那乱谈戏是因为 他第一个他唱小生 他在他日剧时代 跟那个上一代的时候 都是男小生 他是第一个女的小生 那女小生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有那个鹦鹉 就是那个鹦鹉 那个样子 女小生真的 确实是要文武戏 而且乱谈戏 他很讲武戏 像那个长板坡这种戏 就是赵云都是武戏 所以他经常就是扎靠的 然后打武戏 可是他嗓子又要被要求 又要有非常多的唱段 所以呢 歌仔戏一般就会说 这个演乱谈的这个阿嬌 演小生 特别 特别的好看 他们就喜欢躲在 刚刚乡荣兄讲的 那个布幕后面那边 只要轮到他出场 他们就在后面看 他就说 哇那个亏还很多 就指那个很多 棺木啊 还有很多动作很细腻 然后而且这里面的动作 都要配特定的锣骨 跟曲牌 所以他不是我们可以随便 用什么蹭底带过去 像我们今天新编戏 可以这样做 好 我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再跟 再继续跟在我们线上的 现在是 他是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的 专任助理教授邱婷 爸爸他们家都国宝 好 那秋秋火荣 妈妈呢 是妈妈是攀玉教乱谈教 那作为国宝的女儿 她在 她在保存 就是说呢 妈妈的整个的表演史 其实她也在写一段 台湾战后的 就是说呢 乱谈戏的历史 我再问个问题 就是说 妈妈 妈妈是怎么学的 就是你为什么不学 除了市场因素之外 要达到妈妈这种的 曲艺表演的水平 很困难吗 进广告回头聊 好 飞得模仿 飞得早餐 我是谭大龙 来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那我透过电话连线呢 访问在我们线上的 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的 专任助理 叫做邱婷 好 那邱婷的这本书呢 是文化部 文化资产局出版了 初将入相乱谈教 乱谈教是邱 邱婷的妈妈 邱火荣是他爸爸 那一方舞台流转人生 我如果 我如果请你现在唱一段 你可以吗 可以 好 我就听 快点快点 我用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琴时明月汉时光 好 OK 好 我要把这个麦克风 拉远一点点 不然我怕太大声 没问题 我唱的这个 是我们的古路声枪 就是接近琴枪 邦子枪的 嗯 琴时啊 明月啊 嗯 汉时啊 滚啊 万里 藏着哪 啊 你 敏 敏 还 好 两句 上下句 哎 你 你 你要唱我 我都起鸡皮疙瘩 哈哈 我 我今天 毫无心理准备 而且也没有 对对对对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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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证明 我就 我就突然间 就就点菜 他就开赏了 其实我三月份跟台北势力国乐团有一场在国家音乐厅 这样子吗 三月的时候 三月十一号就粉末春秋邀了五个剧种的表演者 三月十一号 对在国家音乐厅就一场吗 对就跟王海玲 曹富永老师 还有唐美云 还有李温宇跟我 我们有五位 那这都是 这都是 这都是当代大咖 克席演唱 我算是 帮我们北馆乱谈发声 哎那 我都觉得 你 你当教授可 可惜了 哈哈 曾经有一位 那个台义大的教授 就当年帮 我这本书里有提到 当时 廖学馆 馆的那个文化力证 那王瑞老师那时候 就是我帮他们做规划 他当时是一直 希望我能做一代凌王 就说我接续乱谈戏 这个一波 但是 我其实有非常多 主客观的因素 他也有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这个剧种 在台湾已经失去了他的环境 对啦 对啦 环境是一个很很现实 常规 就说 对 他已经是一个 就像我们 我们碰到 濒临 绝种的动物的时候 你你你你 你只能透过特别保护 对 画画特定区 是 然后给他特别的资源 给他特别的环境 他才能够呢 继续的让你看得到 没有办法 那很多的传统曲艺也一样 他他都是濒临 濒临绝种的 如果没有特别的保护 他是没有那个环境 跟市场 可以让他继续成长的 是的 好 那这不声唏嘘啦 好 不过呢 我们回来 就是那 那 我觉得 因为我外行 我也我也不能 但是 但是 但是你都已经可以上国家 国家剧院了 那当然是受到高度的认可 那要学习这种的曲艺很困难吗 呃 对 他很 他 他比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歌仔细是时代的小调 嗯 他是从这个七字都嘛 这种 可是这个是一个古老腔种 古老腔种就是他我们有公词谱的传承 嗯 像我从小 我祖母就是教我念罗古典 公词谱 哦 你就要整套的这样学下来 那口传心寿 所以像我的母亲 我写他的这个 做他的记录啊 他就是12岁的时候 因为他的日本书念了两年 嗯 所以他遇到这个 我们讲到杠后啊 嗯 他 他就要重新回去念小学 他不想 他已经被那个戏台上 那个 那个演出啊 他所吸引 深深吸引 所以他就跟着戏班走 那他 他去学的时候 已经跟日剧时代的那个 学习环境变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 戏班是迁迈生气的 就我们讲的 扑 扑字官书 嗯 我的祖母 我的内祖母 父亲的母亲 他就是 大政年间的 第二代女龄 就迁迈生气的 学了三年 三年多 所以就从事职业的演出 可是 母亲是战后的 所以他是没有迈生气 嗯 那没有迈生气 等于就没有系统性的 有 特别有规 有 有计划的在训练你 他一次可能遭收 所有的行当 全部起了 然后 加以训练 然后有职业演出 到处跑 那就一直训练训练 像他们这种 只是跟着爸妈 在那边身边 如果你没有 很持续 很有纪律 持之以恒的学 你可能就学的 半调子 不了了之 那有很多 跟我母亲一起 路班学系的 后来结婚 嫁人之后 他们也就不演了 对 最后只留下三位 嗯 三四位 他们那一批只剩三四位 还在从事职业演出 那他跟我姑姑两个是比较 比较 解出的 学习环境跟那个时代变了 所以在 在秋庭 在乱谈交 在秋庭之后 你你认为台湾不会再有 再有 再有传承的人了 呃 目前 呃 我母亲她在那个 文字局的传席计划里面 她有传译一生 那传译一生 主要是龙兴客家 彩杀剧团的演员 嗯 他们就兼学乱谈戏 嗯 所以他们 剧班在演出 如果遇到别人要 呃 要求要演乱谈戏 他们能演 嗯 但是我们讲一个戏班 能不能活下来 就是跟 他能不能维持商业机制 嗯 的演出 这个标准还是在的 就是说 其实是目前 所有的 我们看那个传统戏曲 几乎都是靠国家补助 或者国家福祉 嗯 这个已经失去的市场的竞争力了 所以你 你觉得年轻人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些传统戏曲产生兴趣跟热情 我觉得很难 嗯 非常难 即便我现在在学校教这个传统戏曲 也只是 藉由传统戏曲的这种 这种训练跟 呃 艺术的底蕴呢 嗯 去 辅助或者强化他们现在在现代国乐的演奏技法上的一个多样性跟表现性 嗯 所以也是在训练他们这些基本的 嗯 最基本的 那你说如果真的要投入这一行像我们看玉剧 王海玲老师的那个 对 玉剧团 如果当初不是国家来培育的话 今天玉剧 他在台湾也没这个养分 嗯 所以一样的其实整个传统戏曲现在包括京剧现在都很辛苦 都面临了整个这个时代哦 嗯 太快速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还能够呃真的静下来然后来听个戏 像我大学就冲国家国军文艺中心 嗯 我那个时候就坐着那个新装回龙的车子就往往国军院中心去看三军巨队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三三军三军的巨团了就是透过部队啊 是 去去养 然后再加上有像复兴巨校这边还在培养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那那个时空的环境里面有一些家庭环境不好的或是他可能就会就会选择这条路 是啊 但是现在现在连连这种的土壤这种环境都没有了 很难了 像今年全台湾只剩一家戏曲学院 嗯 每年现在的这个招生人数是递减 嗯 所以他们现在也很很辛苦 他们在招生这方面一直在鼓励很多小孩子说 你们来学系啊 国家给你们公费免费啊 可是人数就真的变少 而且没有选择 嗯 可能只剩二十个三十个小朋友 那你就没有得挑 嗯 以前是很多小孩你可以挑条件最优渥的去训练 然后出来都是成绝嗯 所以难 越来越难嗯 好如果如果做一个比较就是呃 以现在两岸的因为因为妈妈的北广那这些呢乱谈 他基本上面就就就是大大江南南北的各种的各种的地方系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综合 那如果两岸做个比较的话台湾的这种的传统戏曲的水平跟大陆相比大概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呃你是指乱谈吗 嗯 其实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乱谈哦 在台湾现在目前继承的这三个声枪的 嗯 其实我在大陆 有些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一样的 嗯 比如说呃也许我们的皮黄系跟湖北汉剧是很像的 嗯 那可是这个琴枪现在我们跟他唱起来已经大家好像那个那个穿菜一样来到台湾我们已经变成我们自己味道了 就不会我们也不会把它当成是跟我们一样的剧种 嗯 已经不会一样那我们的半仙系现在变成是台湾非常独特的特色 因为我们现在去任何一个庙会看歌仔系也移植了乱谈系的这个板仙三仙八仙 所以这个在大陆哦跟我们现在完全面貌真的是不相同 所以我也不会把它当成是同样的剧种 但是我很羡慕大陆嗯 我有一次到山东去开开会他们要复兴一个柳子系的 濒临绝种剧种的柳子系嗯 那我就我就他们找我去开会是说因为你在台湾也做过濒临绝种的乱谈系 对 那我就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嗯 然后投投入大量的人力只不过是他们觉得他们起步也许他们比较晚 嗯 那我们是在台湾是这么多年来嗯 我就一路见证见证我们没有错过任何个时代 可是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源 嗯 我做台湾的乱谈系或者做这些保存都是压子划水 就一个人这样子两只手慢慢划慢慢划 像我写这本书也是我写的差不多完成了我才才让文字局说你们来出版这本书嗯 所以其实我这本书其实也积累的大概我想二十二十几年有 应该不止没有幸好有也有你啊要不然要不然这些的记录大概都不会有人做 像里面我有些黑白照片是我80年代嗯 我自己在那时候在迷恋这个人间杂志的时候我也学了黑白摄影黑白暗房嗯 我自己在暗房冲洗拍下了新美元还搭着蚊帐在那个在那个庙的那个水泥地嗯 旁边那个庙旁边还还在那边呃起了一个照在那边煮饭我都还有拍到这些照片 那都没有了都都都看不到了 哎呃呃以乱男戏来讲他最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日据时代在日据时代 所以其实其实1945年之后他就慢慢开始走走其实我这样写来我就发现呃我的母亲他真的是奇迹他是在战后的时候战后的那个短暂的复苏嗯 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在那个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嗯 那那几年八年的禁谷月金古鸽那种 其实就把那个盛况哦跟那个整个表演的那种气啊整个就中途砍断就有点 我觉得就有点像文革这样吧 好没关系因为那间时间的关系我我我我我觉得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跟你聊 我觉得我觉得聊聊聊这些事情好有趣好有味道对啊 但是好没关系我跟你讲反正反正如果疫情缓和一点的时候呢我下次再找秋秋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来到来到现现场那那个时候你来的时候呢你就得要得要准备比较完整的一段表演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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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这种我想我想很多可能说叫叫我的听众呢专程买买票进场听 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那个强人所所难 不过如果你能够在现场听到一段的时候说不定就会启动你那种说哇原来 原来这种的传统的戏曲呢听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其实是味道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只是因为你有没有接触现在连那个接触的环境呢都都快要没有了 对这是比较可惜 不过我也注意到大陆因为他现在的频道啊多了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传统的曲艺啊包括像是相声啊这些东西 他们现在都非常的商商业化而且市场非常好 我还在YouTube上面看到西河大谷 没没错没没错没错就是我在看到这一段曲艺 你要知道他是商业性的表演啊那那个我即使不敢说呢他的演出场子很多 可是呢当他有表演的时候呢其实捧场的仍然是很多的 好所以呢其实并不见得没有机会了台湾市场比较小一点 不过像是北管乱谈呢他是有机会在个更大的土壤里面呢去去表现的 我觉得还是还是值得再努力 好今天呢透过电话连线感谢文化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的专任助理教授邱婷 他也是呢乱谈交潘玉交女士然后这个邱火荣先生的掌上明珠 好那刚我也特别请他呢清唱了一段就临时出考题 他就临时唱一段你就知道那个听起来的味道真的真的非常不一样 好那这本书呢邱婷写的出将录像乱谈交 那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局的出版 你可以把书找来看当作是一个收藏 最重要是认识呢在台湾保留下来的传统取义 这些的艺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谢邱婷 谢谢谢谢所有的听众 好下回来现场聊感谢 OK好跟爸爸妈问好拜拜拜拜